哈囉 大家好 我是滑雪工作筆記的 Tim 林冠廷 那這一期要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用雪葬的經驗 因為雪葬的牌子其實很多 款式也很多 我沒有辦法一一的去做介紹 因為畢竟我也沒有全部用過 所以我會以我自己用過的器材為主 那最近幾個雪季我基本上南北半球跑 北半球上一季在北京 那之前在安比夫兩野 這一季會帶北海道的細章 那在日本的話 我之前就選擇了這一隻 K2 的伸縮杖 那所謂的伸縮杖就是它有一個機械結構 它可以打開調整雪葬的長度 那這隻還不錯 就是說它可以從97公分 一直到最長的可以到145公分 看一下 到145公分 所以它是非常泛用的一個雪葬 那另外我在北京跟在紐西洋 我大多就是用這一隻 Campanzel 的探仙圍杖 那會選它是因為第一個很多離開的花學選手都是用這個牌子 那綠色也是它的標準 就是它的等於像企業識別顏色非常漂亮非常顯眼 那當然它是一隻全探仙的選手用杖 所以拿起來就是相對的就是覺得比較Pro一點 拍照起來比較帥 那為什麼我會說整地我都拿這一隻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就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什麼時候雪葬需要調長一點 那我的經驗是在日本 假設遇到鬆雪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鬆雪的雪面會比較軟一點 那你的雪葬通常戳下去之後會有一個壓縮空間 所以這時候你的雪葬長長一點點 你的真正的點擊到有用有效的那個點的時候 你的長度才會是正確的 不然假設你現在看比較短 然後你插下去又沉下去的話 你的上半身可能有點會被受到影響 那當然配合雪葬伸長以外 像我這隻雪葬它就是可以換這個 我們叫擋片 擋片會有不同的大小 那其實這隻也蠻萬用的 它就是在中間 那你可以看 假設整地的話就會更小 好 那 還有一個 這是大的 那它會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當我想要去滑鬆雪 或者是我覺得今天就三天下了150公分的話 我可能就會把這個拆下來 然後把這個換上去 那它會是一個比較大檔 就是面積比較大的檔片 你在滑鬆雪的時候 它比較更快的可以給你有一點支撐 然後讓你有一個力量跟節奏 可以去做你的管型轉換 好 那當然也有些時候我們 像我這隻是110公分 那有時候我會試著把它調轉一點 可能用到100公分 甚至97.5公分的話 什麼時候呢 大多是我們滑饅頭的時候 因為饅頭通常你的雪板 站在譬如說比較低的地方 你手要點的地方它可能是捧起來的 所以假設你原本的長度 是110公分 然後你想點的地方 比你想像中的高的話 你的手是整個上半身可能會被破壞 或者是會被影響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用伸縮 讓它選擇短一點點 讓我點在 點這樣的時候 就是上半身的位置可以比較相對對齊 然後也會比較正確 你的平衡跟你的動作可以比較好連貫 OK 那材質的選擇上 這一支的話 它就是上段是碳纖維 後段是鋁鎂合金 我覺得這個組合其實還不錯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因為是金屬 所以不管是撞擊還是什麼的 它某種程度上比較耐 當然它有可能會彎掉 碳纖維不太會彎 但碳纖維通常真的 大力撞擊它可能就會裂掉 就斷掉 整片斷掉 那這個有好有壞 那觸感也都不太一樣 就大家可以自行選擇這樣 雪葬是一個 到中高階 尤其你在挑戰不同地形 其實它是一個蠻重要的工具 那選擇自己喜歡的樣式 那重量 包括灰的感覺 那這個是可以慢慢去做嘗試的 那你買了自己也可以慢慢的適應 OK 那主要就雪葬部分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有 其他裝備的興趣 歡迎看下面我們其他的清單 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